哈喽宝宝们 欢迎来到滴滴的巴黎小菜园 在开始今天正式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星期小菜园又发生了什么 惊天的变化 你们看这些土豆啊 长势现在是蹭蹭蹭蹭的 前两天我给它们都埋过一次土了 因为现在这个土豆呢 需要赔一次土 然后呢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土豆 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花了 这边呢 有两棵西红柿 我都是见缝插针 看有个空啊 就给它们种上了 因为今年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太够 这是一颗青椒 这边也是 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颗青椒 这样刚刚那颗一共九颗 这个叶面上现在还都是水珠 因为刚刚下过 刚刚下过雨 它这个青椒哈 不需要这个支撑特别高 因为它也不会长到特别高 主要就是给其它一个保护的作用 防止它倒敷 这边呢 有一棵西红柿 这里有两棵西红柿 三棵 三棵西红柿 中间这个呢 是以前种的油麦菜 慢慢它们再长 现在这个豌豆啊 几乎都开始结果了 所以希望能赶紧快快地采收它们 这边呢 也有三棵 三棵西红柿 旁边除了土豆以外 从这开始呢 我种了四棵的西葫芦 两棵 绿的 两棵黄色的 这边还是油麦菜 然后主要种的是两棵羊鸡 来回到我们的正题 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知识 这个小菜床大概的面积是2点多平米 里面种了九棵雄狮 煎种了一些万寿菊 中间呢我种了大葱 种了三六的大葱 不知道你们能看得见 当然这些都是大葱苗 现在还比较小 还看不太出来 在大葱之间呢 我种了一六两六的胡萝卜 胡萝卜出芽非常非常的慢 大概两到三个星期 所以现在什么还都看不见 里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种了几颗窝笋 旁边呢是西兰花 西兰花因为都招虫子嘛 所以我就提前照了一下那个防虫网 里面加了一块黄板 但是有的时候它虫子是从土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 能百分之百防盗 但是呢油肯定是比没有要强 来我们先说一下今天的主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啊 在仔细观察这些番茄的时候 我发现九颗的番茄里面有两颗出现了一个情况 这里长了一朵非常非常大的花 明显看得出来它是比其他正常的花要大很多的 法国我们管这个叫猫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这个它并不是百分之百 每颗西洋柿都会产生这个情况 产生的原因呢是天气造成的 它是温差然后天气低温造成的一个现象 那这朵花要不要留呢 可以留也可以不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朵花它还是可以结果的 只不过它结出来的果比较大 而且是畸形的 如果大家想留种子的话 千万不要留这颗花结出来的果 吃是肯定可以吃的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留它的话 它会想这两颗其他的小花的营养 就是说这个植株主要就输送给它了 所以说我的做法呢是给它掐掉 再给你看一遍 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这个花 在这儿 所以这朵花我们给它掐掉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小知识 下期我们要不要来说一下黄板呢 因为好多人都来问我这个问题 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